花蓮省政府为了吸引国内外自行车爱好者和促进在地的公共发展 延续去年花蓮绝美步道活动好评 7月15号到11月30号推出了花蓮魅力自行车道活动 依据骑程路况、骑程时间还有周边油气情形等 规划出12条亲民的骑程路线 每完成一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奖项包括了吉安特电斧自行车还有运动摄影机等多项大奖 县府9号办理启动记者会 现在宣传表示丰富的自然以及文化资源是花蓮永远的保障 县府持续以永续发展的角度来保护这些尊贵的资源 去年花蓮绝美步道活动有一万多笔的步道完成记录 今年进一步盘点现在的自行车道 也以自行车产业龙头吉安特一起推动宣传 吉安特旅行社也将陆续推出花蓮自行车道旅程 让全台游客以不同的视角以及速度 除了欣赏沿途的山海风景更深度探索周边社区以及部落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马路的边线有红线的对不对 还有什么线 黄线黄色的对不对 还有就是蓝色 蓝色是一点点白的 然后旁边一点点蓝的 那个就是自行车道对不对 所以请多发挥一个观察力 生活中让你更了解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其实打个电话去问问看 或者是探究 我想你就会觉得你生活中充满了处处的惊喜 十二条我们的这个绝美的自行车道 欢迎大家去体验 我想每一条都非常适合大家去走走 即便是罗山那一条都是上坡 但是其乐的还可以还可以下来走一走 还可以用颠覆车 所以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去体验 所以再次欢迎大家 官方出场当时想表示 民众持字卡花莲魅力自行车与自行车指定拍照景点 并且上传活动网站 并完成一条即可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 最多有十二次中奖机会 每个月五号进行线上抽奖 每月将抽出吉安特自行车 电斧自行车 以及花莲自行车油程 越早完成中奖机率越高 此外完成五条自行车道 获证运动水壶 晚期十二条除了获得晚期证书 还可以抽完其专属大奖吉安特电斧自行车 记者就欢迎欢迎大家到